6月3日,近来广告及戏剧《摇约不断》,拥有超高人气的女星杨锦华,以自信的甜美笑容,洁白无瑕的美齿,赢得某著名日用品牌的代言。 当天杨锦华以一身白色裹胸长裙,腰间配以粉红蝴蝶结现身活动现场,妩媚动人。 好,群群,我们可以往前哦,群群,换你哦,群群,哈哈,好,我们给小朋友热情,掌声鼓励鼓励,来来来来,那我们请大家来一个大和哨,太近是不是,好,那我们请魔法师跟白雪公主往后退一点点,来小朋友哦,我们往后退一点点哦,这里可以哦,好,小朋友,我是。 被记者说自己最近桃花很旺,Nick,汪东城都对自己清新的问题时,杨锦华惊讶并尴尬地表示怀疑,对于记者爆料称汪东城有画下自己的样子,杨锦华更是一时语色,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是一味地用谢谢回复。 真的假的,哎,我没有那个,汪东城,对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,他还画了你,谢谢,谢谢。 有听说过吗? 没有,我没有听说过,我真的没有听说过,不过谢谢。 谈到自己对于汪东城的印象时,杨锦华表示,他是一个很有魅力,很有才华的歌手,对于他对自己的欣赏,自己也非常的感谢。 而被记者追问,如果汪东城真的会有行动追求自己时,杨锦华突然又尴尬起来,并再度强调应该就只是欣赏而已。 汪东城就是,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魅力,很有才华的一个歌手,对啊,对啊,对他欣赏真的很感谢。 所以如果他追求你呢,真的有行动的话,可不可以,真的有行动的话,不会吧,我觉得应该是,应该是欣赏吧。 像是